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因为S哥今天晚上要带你们去感受一下 汤诚一品的魅力 跟着我的脚步不要掉队 好吗 Let's go 快 我们已经到了汤诚一品楼上了 你们知道吗 汤诚一品的这个安全系数 应该算是目前上海灿的天花板 就是金色扇门 一定是要我们的手指放在这里 然后咔嚓咔嚓的一声 你听到咔嚓的一声 把这个门就打开了 然后整个下海的话是德国的B4的同门 这个门的造价是非常高的 红铜制造的 闪装的一门 闪装的一门 你别喝酒 然后进来的话 这是整个汤诚一品的这个客厅 我们可以感受到整个客厅的这个尺度感 是非常强烈的 这个尺度感是很好的 然后这边是餐厅 你们的家族晚宴 一家人其乐 我们在这里吃完 用晚餐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好的 算手在这个酒会里面 拿出一瓶82年的拿杯或者是95年的茅台 中秋节坐在这里喝上一杯 哇聊聊天中感觉是非常非常好 这个地方走着一个起居室客厅的位置 平时可以坐在这里 看上一部这个美剧 比如说越狱啊对吧 或者是全宁的游戏啊 感受一下龙妈跟这个雪莫的爱恨情仇啊 搁上一杯这个白蓝地 看一看感受一下封成一瓶外面的景色 哇这种感觉 有没有非常到位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发是意大利定制的皮革沙发 皮质了 然后这个地毯也是手工的真似地毯 我们可以感受到把这个物质生活啊 直接是属于一种拉满的状态 很多客人每次来看汤城一瓶会 被这个汤城一瓶的阳台深深的吸引掉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外面的景色 好吧 我们的镜头切过去 来感受一下汤城一瓶的魅力 我们的前面 正对面就是我们的百年外开 我们前面两栋是我们的前排 前排的面积597平米哦 比我们这个大 我们这个面积只有431个平米 只有431个平米 但是400多个平米只做了三个房间 讲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一次上海口罩事件 我们不是都出不去吗 然后汤城一瓶的业主啊 就是给整个小区的业主 全部准备了半个月的这个物资 就是生活用品准备了半个月 整个小区每家每户发哦 所以说其实买汤城一瓶买的是什么 买的是圈层 买的是品质 买的是无口复制的地段 买的是小区的影响力 当然其实圈层才是最重要的 汤城一瓶你想一想 最小的户型要431个平米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户型 所以它的起步价 它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住在这里的业主都是 真的都是大佬 知名的企业家等等等等 至于民座我就不给你们说了 名字一去评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衣帽间 我们整个主卧的面积 其实有足足100平米 一帽间的房间说实话 比我们很多在上海 努力打拼的伙伴房间都大 我们来感受一下 整个主卧的尺度感 实时感觉一下子把这种空间拉满了 这里面就是我们家族领袖的休息区域 空间很大 这个床其实设计的装修 我觉得它特别有感觉 特别有感觉 它有这种调性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主卧里面 自带的一个起居室 这个起居室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可以把这个私人空间 发挥的淋漓气息 因为比如说平时家里人在客厅的话 你回来玩或者起来找 你想用有一个私人空间 这里就有一个起居室 让你想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主卧的阳台这么非常耐心 我们整个阳台是属于这种L型的 这里就是我们的中凉海景一号 我们中凉海景一号 其实是拍了很多电视剧 前台的价格也要30个W起属 然后这边的景色 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非常漂亮的 视野相当的开阔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阳台 拍到的镜子 整个阳台的这种尺度感景色 视野极为开阔 给我们的那种无限的那种想象的空间 今天你能刷到汤层一瓶这条视频 说明我知道你一定会提供前例 当然我更加希望的是汤层一瓶的灯 一定要有一盏为你而料